大家好,欢迎收听《正向报》的节目 在过去这个周末,就有两大新闻关于美国 一单就是前总统特朗普30项罪名全部成立 而另一单就是美国航空母舰在红海被湖塞武装两次袭击 我今次就想和大家探队一下湖塞武装两度袭击美国的航空母舰 这个消息就令美国在国际的舆论上好像输了一局 据湖塞武装所说,被击中的艾森豪威尔豪据美国那边的消息 就说这艘航空母舰仍然在海上运作 也没有因此而丧失战斗力 但问题就是一个这么威风八面的美国航空母舰战斗群 竟然传出两度被湖塞武装成功击击 要知道航空母舰战斗群除了中间有航空母舰 周边也有不少护卫舰驱逐舰保卫着航空母舰 而今次湖塞武装更加胜情自己是两度成功偷襲这艾森豪威尔豪 我认为某个程度上都可以算是对美国的军事力量一次极大的侮辱 要知道美国的航空母舰战斗群在全球清霸多年 如今竟然被在中东地区一个武装组织成功击击 要知道美军一向对待敌人都是手起刀落 但今次的反应就比一般人所期望很不一样 首先智惠塞武装声称自己成功特集到艾森豪威尔豪 还要是两次 但在艾森豪威尔豪的船长他在推特上没有即时否认过 但就只是转发了一个视频 而这个视频就是拍着你受航空母舰上面的飞机起降的情况 而转发这条视频还要是两个月前所拍的 所以就给到一个人的感觉究竟艾森豪威尔豪有没有真的受到袭击 当然再过一会之后 美国官方也声称艾森豪威尔豪没有受到袭击 还说《湖塞武装成功两度袭击》这艘航空母舰是谣言 还有就是如果美军的航空母舰真的受到袭击的话 照计以过往的情况来看 美国一定是将这件事有多大就骂到多大 还有就是美国官方仍然声称 美国不会在红海也门这个地方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一直以来美军在当地就说要声称保护行经这个海域的商船的安全 但湖塞武装接二连三地去袭击不同的商船 也使得当他的治安受到严重的影响 尤其是这个是非常范茫的航道 现在湖塞武装还说自己成功袭击航空母舰 但美国的反应就变得出奇地势 究竟艾森豪卫号有没有受到袭击呢? 当然美国官方就说没有了 但是这样是不够的 一来美国就没有刊登这艘航空母舰 上面甲板的情况 只是由这艘船的船长转发一只短视频 而这只短视频只是两个月前所拍摄他再转发 第二就是美国的反应也出奇地平祸 仍然是希望想把这件事淡化他 但是湖塞武装现在说到他成功袭击艾森豪卫号 照道理美国应该要进行大规模报复之系 加上今年还是要美国的选举之年 现在被胡塞武装这样吃豆腐 而你美国尤其是你拜登政府不进行反击的话 那会不会影响到拜登在11月的选举呢? 除了你受航空母舰的船长 只是转发了一只两个月前所拍摄的短视频 另外这名船长也贴出在船内厨房的工作情况 相片也看到船上的厨房也马不停蹄地制造不少美食 还有拍摄了一张船长的宠物狗 看起来船上的生活还是很写意一样 吃的吃、玩的玩 但是这系列的照片都未能 何而平息在网上所炒作起来的 而问到底航空母舰有没有受到袭击? 假如航空母舰真的受到袭击的话 照道理甲板会出现一些损毁的情况 而且这艘船照道理应该立即返回美军基地进行修册 但照目前来看虽然仍然没有 不过有不少美国的网民都对此表示质疑 为什么不直接把船上的甲板的情况转发到社交媒体呢? 虽然有很多网民直接向这艘船长的推特账户质问 但这个船长都没有回答过任何的问题 如果美军是有意淡化这件事情的话 照道理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将失事的航空母舰上甲板的情况 就拍一次转一个圈 这样就能够有效地辟谣了 但我们在过去的周末所见到 美国就没有直接辟谣 只是一味地转发一些照片和一只旧有的短视频出来 而这个短视频更加是被美国的网民找到的 竟然就是3月21日所拍摄的 不单止是这样,胡塞武装更加在社交媒体上再加多个脚 据胡塞武装的领导人之一阿里胡塞在网上说 要证明他们没有被授杂的最好方法就是通过现场直播的方式展示原貌 还说胡塞武装更加容许会在特定的时间里停止任何的攻击 给时间记者可以在南上进行直播的 意思就是说胡塞武装更加说到会保障记者团的安全 说你看一个小小的武装组织竟然可以大口气到在网上来到去 事意地批评甚至以一种嘲笑的口吻来批评美国的做法 从中我们更加可以见到胡塞武装在今次的宣传战上 真是可谓足证网民的心理 好了,美国又有没有容许记者上去他们这艘航空母航的甲板做一次采访呢? 那当然就是没有了 其实去到如今这个时代,要辟一些谣言很简单 只需要在网上做一下直播就足够了 但没有,美国反而透过不同的媒体来发声明 所以由于一天没有人见到到底这艘航空母航甲板上有没有受损的情况 这个受集的言论仍然是在各大社交媒体上热炒之中 不过我相信连胡塞武装他们自己都很想知道到底有没有打中这艘航空母航的 虽然胡塞武装自己没办法核实到底这艘航空母航有没有受损 但有个别的、有违性、侦测能力的国家相信自己就很清楚了 就算知道也不会随便公开的 因为只需要了解得到美国航空母航的防御能力就已经足够了 所以这次事件发展到今天最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被襲击的就只有美国自己了 每天美国不肯将甲板上失事的情况映出 这种对于受集的疑虑仍然会在网上继续传出去 但如果继续容许这种受集的说法继续传出去 或多或少也会打击美军的威望 但如果我们看回20多年前当美国决定打伊拉克的时候 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就拿着一瓶小小的白色粉末 就说这是大杀伤力武器 跟着美军的地面部队就立即操入伊拉克了 美军一向以来做事都是很快速很快手 加上美国的宣传力量也非常强劲 和美国一直所推行的全球战略给人的感觉 真是可以画得上四面树敌但就八面威风 但过了20多年之后 一个游击队式的胡塞武装竟然三番四次在老虎头上钉膝 现在还声称两次成功袭击艾森豪威尔号 给人的感觉根本就像美军套口水一样 还有就是胡塞武装自己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武装组织军人就连军服都没有 在陆上更是没有正式的军车 只有一些用皮卡车改装而成的流动炮塔 但是胡塞武装在红外一带已经肆虐了好一段时间 不少的商船都曾经受过胡塞武装的气 而美国更加联同英国在当地进行了好几个月的护航任务 但是为什么到今时今日胡塞武装都没有被消灭呢? 究竟美军是不是在当地剿灭胡塞武装呢? 这些都是有不少美国网友所提出的质疑 说到这里我们再说些少关胡塞武装的历史 在2015年也门爆发内战 这场内战也是由美国挑起的 目标就是扶持一个亲美的傀儡政权 如果不成功的话也需要在也门建立成两个国家 而最恶劣的方法就是令到也门陷入内战 而胡塞武装呢?就在也门的内战之中逐渐形成他们的力量 而胡塞武装主要的敌人就是由沙特所领头的十几万的阿拉伯联军 而美国在背后也全力支持沙特的军事行动 不过自沙特和伊朗和解之后 也门的内战已经变得没以前那么激烈 甚至乎可以说得上比叉签下和平协议一步 当没有沙特在背后从中作架 那就导致美国需要直接面对胡塞武装 而加上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新一轮的冲突爆发至今 而美国也全面支持以色列 所以美国也成为胡塞武装的直接打击目标 发展到今时今日 美国没办法可以在也门国内找到什么代理人 来帮美国消灭胡塞武装 更加不可能透过一系列的制裁和金融封锁等等的手段 可以来对付胡塞武装 但于是现在美国会不会是因为这样 只能选择去将升职? 所以我个人认为 胡塞武装就是倒美国不敢大规模地出兵 不停地骚扰美国 要知道如果美国真的要大面积地清招胡塞武装 那就需要出动地面部队 出动地面部队恐怕会再制造一件 好像阿富汗所经历过的事情 因为现在美国最主要最主要就是要对付中国 但如果美国出动地面部队 就会重新改变全球的战略重心 不说大家可能不知道 在去年十月的时候 中国驻也门的领事馆也重开 只不过美国的领事馆就被胡塞武装所充公 甚至乎遭到胡塞武装的游击队 跑到入去美国的领事馆 搶走了不少的文件 而在4月18日当日 美国驻也门的大使法金更加在沙特利亚德 拜会了中国驻也门的临时代办 肖增 盛程就说要想和中国沟通 那沟通什么呢? 这层美国和中国都没有透露 会不会是希望中国帮手拿回一些文件呢? 这层有网民就这样去猜测 从这些事件也可以看到 好,也门和中国的关系应该是尚算不错的 而且在4月份的时候 肖增也拜会了也门政府总理 以及也门政府的石油部长 和公共工程部长等等高官 中国能够和也门政府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也可以为未来经济重建建立一个稳固的基石 但美国在红海面临着 有这些敌对的力量如今传出 美国的航空母船在红海受集击 但美国就没有即时地 而且又直接地去否认这件事情 所以或都或少 美军的威望又再一次被胡塞武装成功打击得到 这样的情况对一些亲美的阿拉伯国家会有什么感受呢? 要知道在阿拉伯世界里面有不少国家都是亲美 都是很以来美国的保护的 恐怕今次的事件或得或少也打击到部分亲美的阿拉伯国家的信心 这就是我对有关这件事情的看法 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同呢? 认同的也希望请你点个赞和分享出去 又或者在本节底下留言分享一下你的看法 好今次时间差不多 下节回来再和大家分享其他话题